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你不用等成功才能够拥有快乐 你此刻就该拥有幸福 追求人生的成功跟梦想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你会因为你的眼光,你的双眼都注视在这个目标上面 或是这个标的物上 很多时候呢,就会因此忽略了这个过程之中的风景啊 那遇到的人啊,的遭遇啊 甚至就忘记了 你要去感谢当下遇到的这一切 这个心态呢,很容易就会让你心中快乐不起来 或者是不敢幸福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分享一间非常隐藏版的美食 它是位于大同区 名字叫做炎家柯仔面线 这间隐藏于高速公路桥下的 寒来的美食呢,在地经营已经超过50年 这间店真的是我从小时候就知道它的存在 也吃过好几次 但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 我跟你讲,它真的不是商圈呢 就在个大马路旁 另一边呢,就是完全不会有观光客经过的地方 所以呢,在附近的居民才会知道 你要吃它,你就得要自己骑车或骑驾车 骑到个大马路旁边 然后就在那个小小的一间店 独立于市 旁边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认知商圈 或是可以逛的地方 只有在地老饕才知道 那他们家卖的品项就很简单啊 就蚵仔米酸,然后臭豆腐 干蚵仔跟蚵仔糖 那基本上去大家都会点set set就是蚵仔米酸加臭豆腐 那它蚵仔米酸有分大小 近年可能物价就是有调整 所以现在一碗已经来到了45块 以前更便宜 臭豆腐一份也是45块 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吃 它的臭豆腐跟你讲认真的 我算是吃过蛮多家臭豆腐的 他们家的臭豆腐外层非常的酥脆 里面更是不得了 那个豆腐体又够绵密 你会以为说 它这里面到底是怎样做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咬下去那么的 已经类似鸡蛋糕了口感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就想说我没有吃过这样的臭豆腐 也太特别的吧 口感有够特殊 但是是好吃的哦 不是吃起来你会讲说 那是什么意思 我跟他外面很酥脆 他里面真的很扎实 蚵仔米酸呢 大肠非常的入味 蚵仔算是新鲜 它的蚵仔有一点 我可以称赞一下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算是称赞嘛 它蚵仔没有很大颗 如果你本身不敢吃太大颗蚵仔 你知道蚵仔这种东西 小小颗吃 就是配着米索吃 你觉得蛮好吃的 有时候太大颗 你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恶心感 但他们家蚵仔都是小颗的 所以我觉得 诶 恰到好处 所以这一间蚵仔米索跟臭豆腐呢 我觉得 如果你有经过的话 真的是 要很意外才会经过啦 就是可以去试试看 名字叫做 颜家蚵仔米酸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有放在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帮我按赞 追踪起来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你不用等成功 才能够拥有快乐 你此刻 就可以拥抱你的幸福 第一点就是呢 你知道 在追梦的过程跟结果 其实同等重要 很多人呢 就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他双眼就紧盯着 那个目标 紧盯着 我其实要成功 中间的那些过程 他其实都不在意 只在意结果 但是你会忘了 享受过程 最终呢 你可能就达成了理想 你完成了梦想 最后呢 你可能达成你的目标 那你也完成了 那个成就 但你因为失去方向 你知道 失去了那个目标 不要有地悟 你就会感到失落 比方有一件 就是想说 他奥运比赛 他想夺得 那个第一名 他真的拿到冠军了 他人生就就是 我拿到 然后呢 我接下来 要往哪里走 他就突然会顿时目标 不是说有目标不好 而是说 那个中间的过程 你如果永远只是 追逐 那个最后 最后的那个 拿得奖 或是最后 你拿到的那个 你最重要的那个成就 那你中间的过程 你都不重视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 最后面都没拿到 那人生就 拿到你就会感到很失落 举例来说 你可能 想谈恋爱 你想要找到一个人爱你 想要交往 那你可能就真的目标 一直锁在 我要找一个人来谈恋爱 我要跟一个人定下来 甚至有些人就是 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要结婚 我就是要生小孩 好 那你可能真的让你 找到一个人 跟你结婚 跟你生小孩 跟你交往了 但中间的过程 你可能根本不在意 不在意结果 就是你根本没有去做 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跟你交往 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跟你走一辈子 这个人有没有 那个特质 值得做个好爸爸 我好妈妈 你根本不在意 这个过程 你只在乎那个结果 即便最后那个结局 是你要的 就是结婚 生子 然后有一个人 稳定的伴侣 但中间的过程 你不快乐 甚至在恋爱的过程中 你也觉得 很像 秒头不对 但是你只把你的目标 锁在那个 最终点的标的 那你的过程之中 你就是很痛苦 然后充满了折磨 那你只是想说 那一秒钟成功的当下 接下来又掉进去 那个 我接下来要追逐什么 这是我要的吗 你懂吗 所以呢 追梦的过程 跟结果同等重要 就是你要在过程之中 去找到那个快乐 去实时的提醒自己 你要去享受 你在追梦的这个路途上面呢 你要打开你的双眼 感知要打开 去享受每个当下 拥抱过程中的好 跟不好的遭遇 这样子你才能够 真的去理清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我想要的 哪怕最后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 那个奥运选手 最后你拿到了 不是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第三名 你如果每天都很享受 你打球这个感觉 然后那个比赛的 那个刺激感 而不是你只是 把你的目标锁在说 我就是要拿奥运的第一名 如果你没有拿那个第一名 你就不快乐 中间的这个痛苦 你都不在意 你要怎么过日子 你也都不在意 那你锁在那个作品 你没拿到 你是不是人生 就是一直都不快乐 但如果你的心态 是我每个当下 过程之中 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值得拥有快乐 我值得去享受 每一刻的过程 那你每一个东西 都很珍惜 你也都感到心情很愉悦 哪怕最后那东西 不如你意 你没拿到最终的那个冠军 但至少这个过程之后 你学习到很多 你也从中体验到 人生的起伏 而不是你永远都只把 看中在那个最后的成功 跟那个 我达到我的梦想 如果你把你人生 所有的快乐跟幸福 压保在最后的那个结局 很有可能 赌注太大了 如果最后面失败 你就真的是 会一直处于一个很幽暗 很挫败的心态 但是如果你把 每一个当下都活成 我每天都可以选择快乐 选择幸福 那即便最终那个答案 不如你意 至少你过程之中 你也是享受的 你也是觉得愉悦的 在这个追梦的路途上呢 哪怕你就是 最后结局不是 你要的 但你也不会觉得 我掰走一回了 就你也没有损失 你中间你还是很开心 而这个第一点 追梦的过程跟结果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你不用等成功 才能够拥有快乐 你此刻便能拥抱幸福 就是二 你现在其实就值得 拥有所有的幸福 很多人呢 内心就设定说 因为我在达成目标之前 或在成功之前 我就是不值得拥有快乐 我就是要活得战战兢兢 我不可以松懈 我不可以有懈怠 那甚至会觉得说 我还没有成功耶 我怎么可以快乐呢 我怎么可以幸福呢 我现在就是还没有达到 人生胜利组 所以我就是只能够过着一种 苦行僧的生活 他会觉得说 这是一种修炼 我就是不能够让自己太开心 就是我在成功之前 我在达成我的目标之前 我就不能让自己过得太快活 就会选择 有些人就很偏激 就会刻意的粗茶淡饭 或甚至会刻薄自己 把自己丢到一个 不是很素晰 不是很舒适的环境 或是让自己的环境很糟糕啊 或是刻意的不打扫啊 刻意的就是要装成说 我不要在意我的打扮 我现在就要认真读书 我就要认真的工作 我不在意这些外表的东西 肤浅的东西 那有意无意的摆烂 或甚至在人际关系里面呢 就会刻意的疏远别人 不想跟别人有任何的交集 就是说我现在重点就在成功 我重点就是要把我的事业做好 我不在意这些其他庞杂的问题 有点太过过头了 而这类作为呢 就是你内心或自己设定说 我还没有成功之前 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好 不想要让自己过得太过开心 不敢去享受当下的幸福 而这种有点自虐的行为呢 其实往往跟你到时候会不会成功 跟你做到那个结局 跟你到底有没有达成你的梦想或目标 根本无关哦 因为只是你内心自己在那边设了一个 障碍或是设了一个坎 觉得就是这个焦虑作祟 就觉得说我不行耶 我现在如果太快心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成功耶 我如果真的过得太好的话 我这样就会太过安逸耶 你就硬着去做一些 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或是不快乐的日子 就是很没有必要 而这就是第二点 请你要记得 你此刻生活之中就拥有 可以获得幸福的权利 跟你可以享受当下 每一个瞬间的小快乐 而不用去担心说 我现在如果去太过开心 或太过幸福 我可能就达不到我最后面 感觉会觉得说 我把好运用尽了 我把快乐用尽了 我最后面就会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或是得不到那个 标底成功或是成就 真的是想太多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你不用等成功才能够值得拥有快乐 你此刻就可以拥抱你的幸福 就是三 延迟快乐 并不会让你加速成功 总认为在成功之前呢 你就不值得拥有快乐 延续刚刚第二点 那你就会觉得说 内心有一种 我不敢快乐的这个心理障碍 所以呢 就会推迟你去享受快乐 去享受幸福 这个权利 或这个心态 有时候就会掉入说 你看我的这个成功 我现在的这个小成就 我这个进步 跟别人比起来 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看别人的成功案例 就是你会那种比较心态 觉得说自己比起来 就是还没有达到人家的高度 我还没有像 一有马斯克这么有钱 我怎么可以快乐呢 我现在就还没有 得到真正的幸福啊 因为我就是还不是有钱人 但你有时候比较那个 类比太高了 或是你就是 把自己的那个目标 放得太远大 你永远都不可能达成 那你这辈子就很难快乐 因为中间你就是 压抑自己的那个情绪 或是不敢去放松啊 休息啊 休假啊这样 或是你会害怕说 我会不会就自己 明明不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如人啊 那如果现在开心 我现在过得太好 就是有点沾沾自喜 你就会有那种自卑 很自贬的心态 就是说 我根本就什么都还不是啊 我现在什么什么好快乐的 我现在这个成就 我现在稳定的工作 我找到一个不错的 对象 这根本不算什么啊 你就会去推迟 自己现在眼前的那些幸福 或是快乐 你觉得说 不行 我现在不能够 去享受这些东西 因为我要把它放到 真的我们结婚了 我们真的组织家庭了 我才能够成为那个 值得拥有快乐的人 或是值得拥有幸福的人 你知道 你自己会 莫名其妙设个障碍 说 我一定要达标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得到什么 功成名就 或是我现在比赛 得到冠军 我才可以 值得去庆祝一番 非得等到 就有人给你一个抬头 或是得到别人的称赞 或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 关卡过去了之后 你才敢快乐 在此之前 你都会有一种说 我匹配不上这个快乐 我无法就是拥有 跟拥抱这个幸福 但这个现实是呢 你不敢快乐 你推迟当下所有的成就感 跟那个幸福感 最终 你就在那个追梦的过程之中 在就是那种努力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感到很痛苦 因为你就得不到 一丝的愉悦 跟就是你明明就是值得 现在已经进步了 你明明就从60分 你想要爬到100分 但你已经进步70 80 但你就告诉自己 不行啊 我还没达到100分 我不可以开心 我不可以庆祝 减肥也是 如果你减肥 反正说你还减20公斤 那已经明明 已经减了5公斤 10公斤 慢慢的朝目标前进 但是你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不行 我还没达到目标 我比起别人来说 还是个胖子 我跟别人比起来 我还是个很臃肿的人 你懂吗 你就会一直自贬自己 但是明明你已经 往那个好的方向走去了 即便你还没达到 那个最后面 20公斤的目标 但是你已经变得很好啦 你就是要去满足 每个当下 这样才会有一个 成就感去推你 你才不会在这个 路途中 失去动力 那你明明就是 已经有进步了 你明明就有很多 小快乐在你手中 但是你就是选择推迟它 我跟你讲 也不会因此加速你成功的 而你反而还有可能会放弃 因为太痛苦了 而就第三点 延迟快乐 不会加速你成功 好啦 今天就是一简单的三点 聊聊关于说 你不用等成功 你才能够去享受快乐 你应该此刻就拥抱你的幸福 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蛮实用的呢 或觉得讲得不错 请到Spotify或是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下五星的好评 那如果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也推荐给他听起来 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新箱 或是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